嘿,家人们,这里是娱乐社版男生版 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说人家轮 首先呢,咱们说说人家轮跟baby呢 演情侣开机上班第一条 国超今天都要快被挤眉影了 主拍摄顺利哦 帅哥美女新戏要来了 人家轮搭档Angela baby 共同主演目色新约 一位推理作家 一位心理咨询师 感觉最近心理题材剧还蛮火的 这个简介看起来也蛮有意思的 恭喜人家轮呢 今日开工了 任学长穿黑色的羽绒服加小白鞋走起路来 双手插兜非常淡定的向我们走来 仿佛呢,让我们看到了暮色新约里的男主 齐连山造型简直太帅了 我的天呀,家人们完全失控 任嘉轮呢,被家人们包围的死死的 把他都给整蒙了 看不到前方的路,嘴里咕纳着 我望着哪里走 下雨天,疫情期间 大家都别挤了,注意安全 保持距离才是美好 家人们可别印象到 任嘉轮的拍摄工作哟 就在今天呢,任嘉轮跟杨颖 演情女上了热搜 然而,剧中的任嘉轮和杨颖 养的是一对情侣 男主齐连山是天才的推理作家 女主刘霞是心理咨询师 据说因为原著拍摄难度过大 所以剧情呢,有所改动 2021年的BABY参加了《漫影寻踪》 《理想照耀中国》等作品 演技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也受到了网友的一致的好评 希望在《暮色新约》中 能够将刘霞这个人涉养活 然而任嘉轮呢,因为周生如故 而获得华顶奖的加持之后呢 演技得到了广大人员的认可 和粉丝们的热烈的庆祝 那么任嘉轮相信会在这部剧中呢 有不凡的表现 其实呢,在小兵看来呢 任嘉轮和BABY搭档出演《穆斯新耶》 都还没有拍呢 不要轻易去下结论 去评价任何一位演员 我们就敬请期待这部剧的一个开机仪式 以及他拍摄完之后 我们看了之后 才好更加来评论《穆斯新约》 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感受 那么对于《穆斯新约》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编哦